同学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的第二个部分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真正要讲的创新的东西 同学记得我刚才讲的 既然程序法定的话 那要依照法律的规定 而我们考试又不能带六法全书进去 那熟悉尤其在诉讼法 民宿行书行政法更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都是讲求依法行事 那刑法当然也是 所以法条的记忆当然是相当重要 而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你的记忆力 而用到记忆力的话 我相信就是99.9%的考生心中共同的痛 因为通常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不好 老师背不起来 所有的挫折感就源自这里 为什么今天你会觉得 在整个准备国家考试的过程中 然后不是说最后最后起分数出来 为什么在过程中你就先得到第一种挫折 然后分数出来 当然又是第二种 双重打击 因为你永远觉得该背的该记的有很多 不要说读得完读不完 就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叫你背 叫你记 你都觉得很困难 因为今天背午夜 记午夜 可理我才大概忘了事业 那有些人大部分人早上记午夜 下午 哇靠 要只剩下两夜 所以这样子一个打击 这样子一个挫折 慢慢你就会对这个东西失去兴趣 同学这就是你失去学习兴趣 那认为国考很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通常它也是一个很重要因素 所以大家就开始在学习 开始在寻找 有没有一个好的记忆术 同学在这个地方 我不是要教你们什么记忆 因为我更坚信 你的习惯 就是怎样 超级记忆术 从你小到大 你用什么方法来记忆 那就是什么 像该站的记忆方法 我说老师你骗我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 才会像你讲的早上 背午夜下午 只剩下两夜或一夜 不要再讲明天的 明天就不敢去想了 那你说我的记忆方法好 我的记忆方法就是所谓的 Super 你不用吗 记忆 那好在哪边 好个屁 那我就要那些落叉 那些什么 比参通啥 同学 因为 今天你的记忆的习惯 就是你记忆的方法 我永远相信它是正确 而且对你来讲是最适用的 所以你才会从小 从你读国小 一年级上课的第一天 一直用到你大学毕业 那如果它是不好的话 你有办法读到大学毕业 虽然现在读大学 那这样吃肉肉 很简单的 但是你也是要过关 是不是 今天真正产生你的方 你的这个挫折 不是你的方法不正确 不是你向来的记忆习惯的不好 是因为你的方向不正确 同学我跟你说 你只要方向正确的话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你去哪里呢 你要去台北 只要你是北上的话 你用走的都走得到 那如果你的方向不正确 你往南下的方向 纵使你拥有超级跑车超跑啊 最棒的工具 那也是加速让你更快的离距离你的目的 你怎样越来越远而已 所以我感觉那就是你们讲的 超级记忆树 它好像很风行 或者是心灵地图 Mile mapping 很多人现在在搞心灵地图 或者是什么图像记忆 全脑开发记忆等等 这一些坊间所看的 这些所谓的记忆树 今天我们就给你揭开真实的 它的正面目 就是把这个secret 这个秘密打开 让你知道 原来我的习惯才是真正的超级跑车 这是方向错误 当把你方向调整正确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任何习惯 你的记忆是超它两百遍 那都没关系 都是对你来讲是绝佳的工具 为什么 来我先揭开 这一些记忆树 它们的一些整个内部的状况 你就会恍然到 来同学先看这里 要说你的方法正确 我说过 你的方向要正确 方向正确 你自然就会有好方法 这个好方法就是你惯行的记忆方式 虽然基本上只要调整方向 调整方向在于基板的认知 你必须要正确 来看 今天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要拿分数 分数就是为了要怎样 上榜 你有足够的分数 上榜的分数 你就可以上榜 那看你们 这一个不管你考哪一种考试 高普考 各种特考 看看你们那个类足 原则上平均上的上榜分数是多少 你只要多他们一咪咪 你才上榜不是吗 所以分数才是你们的目的 OK 要达到这个目的呢 我们通常有几种方法 同学这个是比例原则 刚刚讲过 达到目的要有手段 我们当然要选最好的手段 最直接 最有效 最妥占 最迅速 然后造成损害 就是我们的挫折感 但是所要浪费的时间体力 是最小的方法 OK 我们通常都可以知道 大部分人都会认为 学习或者是记忆 是主要影响分数的关键 所以大家拼命要赚 然后拼命的要找什么的记忆方法 看可不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同学 这个的认知第一步就错了 其实整个影响分数要达到这个目的 真正的方法 而且是重要 占70%决定的方法是 你有没有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一个题目出来 不管深论题实地题 甚至测验题 你有没有发现他问题点在哪边 精准正确的发现他的考点 然后呢 很快速很流畅很严谨的 然后当然不能写太多废话 文对题的把它解决掉 展现你的严谨度 你的基本功力扎实 以及你的架构逻辑感 你得好 武功老师 我要这种能力 我不是要靠学习吗 我没有读 我都没有学过刑法 你再给你较好的给分指令 你的超级科学 什么审题公司 你搞啊 我也没有用啊 对 是要学 但是请注意 我说过 学习记他们 当然要学 当然要记 但是那只占百分之30 先要有这样子一个认知 所以呢 如果你把它反过来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人力 就是你们真的去操作题目 深论实地题 真的去 花在这上面呢 可能只有百分之十 全部百分之八九十甚至九十五以上 都放在学习或记忆上 现在你的方向就不正确 同学这个我等一下就可以举例 我常常呢 以前玩了一个游戏 学生们都称之为魔术 有人把它说这个是神机 OK我就会让你们知道 为什么学习跟记忆占百分之三十而已 但是不管它占多少 起码它百分之三十也是一个比重啊 那还是要记忆 所以我还是得教你们 如何有正确的记忆方向 天啊好方向不是方法 来往这边看 为什么 我说他们这些仿线的记忆术是不妥当的 千万不要去学 那真的是浪费时间 而且我还要把它正面目打开 我跟你讲 他们是怎么由来的 为什么它可以创造超级记忆 为什么可以创造心灵地图 为什么 它有什么图像式全脑开发式记忆 它怎么来的呢 来同学先让你知道 一般记忆术 如果你有学过 有接触过同学 我相信你们操作起来 一定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困难 这就是他们的怎样 优缺点中的缺点或不足点 优点这我有什么不要讲 因为所有的广告都在宣传他们的优点 怎么让你荧幕时常迅速的记下来 经久不忘 一天背三百多个英文单字 可以一记然后没忘记 对这些都是他们的优点 就是充分的强调他们的很多优点 你他们才会去花钱去学 但是他不会讲他的缺点 可是呢 我跟你讲 如果你今天是要背英文单字 要看什么都可以 共同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缺点 不管你使用心灵地图 全脑开发或超级记忆术 都会遇到 第一个 他们的方法通常是对单一性的记忆